由华联县政府、华联施工所和立委傅昆琦服务处指导 社团法人华联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主办的 跨越障碍走出新世界 2021独居老人圆梦之旅 除了走放台北知名景点 此次还安排RNJ造型沙龙为长者剪法 而33位长者最远来自卓西 年纪最大94岁的张爷爷 以及所有鲜少出门的独居长者 大家拖着拐杖手牵着手去圆梦 老家94年成立迄今 长期关注弱势独老 并且每年筹办圆梦系列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十届 办理独居老人圆梦之旅 当天早上协会十多位工作人员 天还没亮 就陆续接送长辈们到火车站集合 花莲到台北180公里的距离 这些长辈因经济或身体等因素 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花莲 这一次看到101总统府和动物园 过程虽然疲累 但大家都直呼好开心 终于来到台北圆梦了 老家协会执行长蔡志全指出 圆梦活动源起于2010年国际花卉博览会 有位长者看到电视放映活动广告 感慨地说 真希望能够到现场看看 虽然阿公隔年就过世了 第一次也变成了最后一次 但因长辈的心愿 催生出了连续十次的圆梦之旅 至今已经完成了400多位长者梦想之旅 若是独佬 出门一趟真的很不容易 虽然活动结束后 大家都铁手铁脚了 但还是很开心 帮出不了门的长辈圆梦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